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打到鼻子脸肿 像猪头 额头一边流血 还要一边念高 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要强调听从南哥的尊尊教诲 这南哥究竟是谁 主任邦爆发网内护打 当南哥知道了陈冠豪出现在树林之后 他伙同三名小弟来到这边尾随被害人 当被害人一出现 立刻用外套将他抢爆爹抢舞上车 原来两人都是竹林邦南哥15号凌晨3点 带小弟把陈冠豪掳上车 从树林载到山上独打 直到晚间9点半才把人丢包 但16号一早 我大哥因为昨天做了那种垃圾事情 我觉得很不应该 所以我在此替我那个没用的大哥 跟各位竹林人堂的弟兄们道歉 对不起大家 王川被打到头泼血流的是自称南哥的两名小弟 一次是陈冠豪小弟不满 也用同一招报复互相伤害 冤冤相报就怕引发堂口火拼 警方约致地方猎管人士 已将着手侦办这起路人伤害案 三地新闻区赵伟少子昂新北报道 实在有够嚣张 黑帮竟然敢在新北地检署外连开八枪 事后17岁少年顶包头案 一问三不知 原来背后教唆的藏进人是他 土城看守所外 一票小弟帮接风 他是竹联帮名人会分会长陈冠豪 年轻气盛敢拼敢冲 但这次招谁惹谁 怎么会被打成这样 被一送时满脸不在乎 他是自称竹联帮选乐会 副分会长的陈俊南 绰号南哥 就是他派小弟去掳人 原来他不满 陈冠豪只是一个分会长 到处呛名人会的名号 加上前阵子被抓事为 趁这个时候给他教训 名人会现在催制 全国已经算是最大的是一个班会 我会的三送已经超过千人以上了 第一大家在拆证 冲进重化区办公室 进门就是一阵乱杂 员工缩在沙发被揪出来痛打一顿 这个集团首脑就是南哥 他自称土地工 不仅基于温载船重化区庞大的开发利益 也四处插手泰山新店的一带建案 身为傅都新的新装南哥自然也不放过 复杂的关系难免衍生利益纠葛 这回两边互相掳人痛打破网 较劲因为浓厚让警方绷紧神经 三地新闻正常人高兆林新北报道